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来之彼等任何一个词都不足以来形容他们的神奇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读者在立川市南平乡新乌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 因其与女人下体形状极其相似 顾名女鹰洞 站在洞口 看见这个形状 读者相信是个男人眼睛都得直 只感叹这也太神奇了吧 老天爷居然设计了这样一个美美的洞 让男人整个人进去玩 痛快 实在是痛快 再继续前行 越来越紧致 稍稍转个弯 哎呦 读者不得不再次对老天爷的鬼斧神功叫绝 这怎么不叫女人害羞 自叹不如呢 这也就罢了 一路进去 总有水滴落在脸上 给人凉爽的幸福感 一般钻山洞 好多人都会有一种阴森森的害怕 甚至是恐惧的感觉 读者可能算得上是顶级恐惧的那个 但是 此洞给读者的感觉却非同一般 毫无恐惧 更多的是舒服畅快 手和脸不惊异地碰到山壁 顿时给人润滑细腻的感觉 就像靠近少女的脸 亲吻上去一般 这个洞不深 大约也就200来米 但是里面的奇特 总会给人无比的惊喜 朝洞顶望去 有一种夜望星空的迷离感 有点像美国科幻影片里的时空流转机 也有点像时空隧道的入口 读者禁不住产生一种超前的想法 这里会不会是老天爷 为外星人在星球之间随意通行的机关暗道 或者是老天爷在暗示 女人的身体内有着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秘密 当然 说女人的身体很神秘也并不是在吹嘘 科学家能把宇宙飞船送进太空 可以制造核武器毁灭地球 但并不能造人 但女人的身体能 男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对女人的身体产生向往 渴望了解 或许这就是上天眷顾年轻人 才在这里为大家构筑了一个女人的神秘之地 让我们能够一探究竟 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 与女音动有关 更为其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据传许多年以前 这个洞里住着个貌美如花的仙女 每逢有人家嫁娶 就可以站在洞门口吆喝一声 神仙姐姐 借二百个碗筷 十二套桌凳 然后点燃一炷箱 烧点纸钱 此日 洞门口就会按你的要求 把一切物品摆放好 你办完喜事 还回去即可 过了几年 这里有个单身汉 耐不住寂寞 敲敲手在洞门口一个大石头后面 趁仙女出来收拾借出来的物品时 一把搂住她玉妃里 神仙姐姐伤心不已 挣脱拥抱 逃进洞去 顺势天崩地裂一声响 洞就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而那个玉妃里的单身汉 可能是良心发现 守在洞口直指中脑 但却没了神仙姐姐的身影 这个洞 是否是仙女的化身 读者并不知晓 但如果某一天 头点前把这里保护起来 搞成青少年性知识教育基地 会不会得到上天的奖励 让神仙姐姐复活呢 大家以为这就完了 不不不 读者怎么能让各位老司机失望呢 这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还有哪些流氓景色 双乳峰位于贵州省针锋县城境内 离县城九公里 处于针锋贵阳的公路干线上 占地四十公顷 海拔一间二百六十五点八米 相对高度二百六十一点八多米 两座物力的尸峰形同女性丰满的双乳 逼真的让女人看了脸红 男人看了心跳 被当地不一族称为圣武峰 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齐峰双乳峰 据地理学家考证 像这样协调 逼真的双乳山峰 在中国绝无仅有 在世界上也没有类似的发现 因此被誉为风铃绝品 更为出奇的是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还能看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双乳形状 从观风台的角度看 是二十来岁年龄的双乳峰 换五百米角度观看是四十来岁年龄的双乳峰 在环五百米角度观看是六十岁年龄的双乳峰 奈何读者文化有限 只能用一句开眼了来形容 深移成功后的丹霞山 名气更旺 到丹霞山旅游的人 一定不会错过两处景点 阳园时和阴园时 丹霞山阳园时三十万年来 傲然直指苍穹 带着饱满的张力衣柱晴天 笑看群山助力天地 坦然接受日月的洗礼和信徒的膜拜 据来此地考察的专家 学者称 此时这般造型奇特又纯属天然之物 天下绝无仅有 故有天下第一时 天下一绝之称 始著名为阳元石 取其阳刚之阳 元气之源 以及阳刚之气也 天底下的事真是很奇妙 在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中 往往有男就有女 这似乎是上天特意安排好的 与阳元石相隔不到五公里的降龙湖畔 被称为神州第一绝境 天下第一女音的阴元石 就隐藏于深山幽谷之中 它高10.3米 宽4.8米 恰如把女性的下体放大了一百倍 你以为只是形状吗 不 它的魅力在于那粉红的身体 里外石壁的光滑和看上去的柔软 再加上四周的灌木鸡杂草 像是真像 人们把这块造型 比例 颜色都相当配成的景点 称为母亲时 生命之门 是为少女的柔情 放心 阳元石与阴元石一阳一阴 一刚一柔 一大一小 就这般巧合的相知而立 阿鲁古洞位于聚昆明166多公里的卢西县境内 是一组典型的严荣地貌地下溶洞群 是一个有着九封十八洞的古老神奇的地下洞府 同时也是亚洲最壮观的天然溶洞学之一 阿鲁古洞类石花千字百态 几乎具备了地质严荣学定义的所有景观 且各具形象 诸如彩霞迎宾 古连道玄 幽谷神钟 古归望月 魏王点兵 天造神物等 唯妙唯孝 非造化之功不可为 但最为吸引人的 还是非溶洞内各种天然形成的中乳奇观莫属 一个个高耸或冲幅的中乳 恰如男人那让人脸红的雄伟之处 完美必真 令参观的女性们惊叫连连 再加之时钟乳精英剔透 奇迷灯光为之装扮 更令人有如画中有先的感觉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克就曾神秘于此 两次入洞考察 留下了炉原之水勇于下雪 炉原之洞群于悬檐的名剧 孟霍曾在此称雄一方 诸葛武后也曾在此轻摇于善 历史与现实 神话与传说 名人与美景在阿鲁交相辉映 使得阿鲁鼓洞折射出一片神奇的光辉和色彩 大雨林 位于浙江绍兴城东南基山门外 快骑山路 距成三公里 相传是中国古代治水英雄大雨的藏地 周围群山环抱 齐风淋漓 大雨林本身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典风格建筑群 有雨林 雨滋 雨庙三部分组成 占地四十余亩 建筑面积两千七百多平方米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雨林大殿之东小丘上有高粮米鱼之扁石 形如南星下体 石上有汉唐以来的众多名文 宣汉县百里峡风景区腹地 有一处著名景点叫修女岩 修女岩其实就是山峰中间的一个大裂缝 这个裂缝形成了一个岩洞 和女音相比 既是形似 更是神似 这个裂缝高得很 至少有十几米高 而且到了距离地面近的地方 岩洞口又稍稍扩开了一些 就好像是女性的坐姿 微微地分开双腿 据说 这洞里过去还会不断地有水滴下来 水声缠缠 于是这个岩洞就更加神奇了 可现在这股水不流了 为什么呢 有人说 在解放初期 有个女干部骑马跨枪经过这里 听说这个洞向女音 里面还在淌水 许多民众对之还烧香磕头 凤若神明 就大怒说 这种淫秽的东西 流着它有什么用 于是拔出枪 朝着岩洞打了两枪 至此以后 这个洞就不流水了 在广东雷州市南光农场场部 一颗高大树木的组织上 竟生长出一个巨大的南根 南根下面还鼓起两个硕大的蛋蛋 这一另类的景观 着实令女性看了花容失色 男性看了笑不拢嘴 觉悉 这棵树木是桃花新树 已有二十多年的树林 形成南根的地方 正是前两年修整树木时 剧掉枝杆的伤痕处 是树木伤痕自动愈合的结果 或许真是应验的那句 无心插溜溜成荫 同样是在广东 一位市民在该市某偏僻山林里发现 有颗树木生长的颇为奇特 树上的一个部位 竟然酷似女性的下体 被称为女音树 在发现这棵奇树市民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该市民所指之处 见到一棵树木的树身上 一左一右长着两个疙瘩 细看其形状 果然酷似女性的下体 记者还留意到 这棵树上的奇特形状 并非人为加工而成的 据率先发现的市民称 之前他常在这里散步 但一直都没有留意到 是前些天无意间才发现的 金枪峰离龙虎山游客中心两公里 靠近前树村 由紫红色沙利岩构成 这座堪称无与伦比的金枪步道翁 形态威猛挺拔 屹立在高高的天穷 潇洒 飘逸 威为壮观 它高70米 顶尖 深斗 龙虎山更多的是被道教文化所浸染 山上的道观 山下的上青古镇 处处都是道教的痕迹 有山的地方必有水 上青河流过 又为龙虎山增添了几分色彩 在沿河的悬崖上 还有不少古越人的悬观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